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 我们节目点赞留言打扫 对老杨思黄茶 我们推荐的三款不到 有兴趣的朋友 少少二维码 或加足九三零 或者加微信号的青铜 就是青色的青 铜素的铜 来了解一下 欢迎选购 谢谢理解这次 周末嘛 来聊聊一些闲文 六神累累 谈独金庸 他有一篇文章 有一点意思 欲以道破天机 他那个月不群 比佐冷禅 就是差在这里 这里是哪里 且听我细说 六神累累最擅长的 就是研究 解读金庸的武侠小说 灰雪连天 摄白路 孝苏神侠 伊碧渊 叫伊比央 伊比渊 应该是伊比渊 这是金庸生前 不赚的一段对联 把他所有的著作 都跟他连在一起 而这些著作 都是六神累累的研究对象 但今天这一篇 道破天机 越不勤比佐冷禅 就是差在这里 这是他跟笔名 萧一石 联手写作 很有意思 他直接了当提到 孝傲江湖 有一个巨大的谜团 华山派的叶不群 计谋深远 心狠手辣 机关算尽 最后怎么 还是没有赢呢 叶不群的主要对手 是松山的着冷禅 所谓松山天下傲 华山天下险 两人是这真实对头 那这两个人的比较 无论怎么看 越不群 似乎就更阴险一分 齐高一手 事事都算在了 左冷禅的前面 左冷禅的貌似只会 干奔活 悲恶名 打呆仗 不是越不群的对手 华山 本来就应该大赢 特赢才对 但是看了 笑傲江湖整本书之后 六神雷雷越来越感到迷惑 华山 怎么还是那么的弱 越不群算计来算计去 连辟邪 剑谱都到手了 最后怎么还是不能赢 弱了个孤家寡人 隐恨收场呢 六神雷雷说 你把笑傲江湖这本书 多看几遍 你就会恍难打悟 越不群能力上 有一些明显的短板 而这个短板不是一般的短板 假如你仔细的对比 你就发现 但凡着冷禅有的 越不群也都有 甚至资源还更好 难道越不群就是用不好 玩不转 我们做了几个底下几个铺层 比如 昨冷禅有师弟 叶不群也有 昨冷禅的松山实力强劲 有师三太保之说 众师弟协助大哥打天下东征西讨 能凌成一股神 错力同心做坏事 没办法是做坏事 松山之所以能把四月长期压得抬不起头 原因之一是 昨冷禅能团结 驾驭 太保 这个过硬的班底 相比之下 岳不群也有师兄弟 比如风不平 成不幽 从不弃 武功不说 高绝 但也都不乐 风不平 幽七厉害 狂风快剑 连松山几位太保的质问不如 但是 岳不群用得上这些师弟师兄吗 团结得了这些师兄师弟吗 提都别提 双方见面就附掐内斗 连画术都是多年不变的刻骨骨画 滚下 划山去 呸 划山又不是你家开的 快滚下划山去 呸 划山又不是你家开的 这个呢 很容易赚稿贿 好了 卓冷禅也有徒弟 那岳不群也有 卓冷禅把徒弟用得好 像什么狄修啊 千丈松 使灯达啊 都是他的杀人之刀 训良的 训良 训养的 好像狼狗一样凶狠 用之如避食指 依之对外 从没有听说 卓冷禅和他的徒弟之间 搞什么内讧 搞什么公斗 最后发疯杀掉了两个徒弟 那也是在精神失常 特殊情况之下 平时从来没有看过 卓冷禅和徒弟内耗 但叶不群 叶不群 麾下 一样有优秀的徒弟 一样忠心耿耿 令胡冲 林平之 一开始对他是感恩戴德 其中尽致 男者越不群怯的一个小徒弟的团结不好 非要给一帮小孩子搞心机搞内讧 就像自家的女儿截路 我爹就是专在肚皮里做功夫 很明显 今天猜疑这个明天排挤那个 二十多个徒弟驱逐的驱逐 暗杀的暗杀 大徒弟令胡冲逐出门墙 小孩儿英白罗直接被杀 女婿林平之也被摁在死亡的边缘来回摩擦 最后被逼得反目成仇 狗鸡跳墙 果然如此 那么在师弟徒弟的问题上如此 在长辈的问题上呢 也一样 左冷禅有长辈 却而且能用 岳不群有一个封青羊 却不能用 封青羊 马云就说他是封青羊 不知道这个比喻好不好 左冷禅盯正松山剑法 集纳门派中的高手元老们的武功 不论出经出汇成一本 然后去出取经 打磨完善 是松山的剑法 之威猛之堂皇 冠绝五业 相比之下 风青羊明明是武功绝顶 是华山的一大财富 岳不群的友谊 剑宗器宗之争 无法超脱于旧事 旧债旧习 搞得个老死不相往来 只能被外人认我行嘲笑 风老先生是剑宗 你是气宗 华山剑气二宗 四不两立 以你何性之有 没用 有长辈都不用跑 最后 左冷禅有朋友 岳不群也有朋友 左冷禅的朋友 不管白道的黑道的 关键时刻尽数找得到 用得上 一胡百应 有大事 提别个于昌海写两封信 于昌海就举派清朝出洞 来帮助壮大声势 招揽了江湖上的黑帮左道 比如青海一宵之类的 也是个顶个儿的好死 冲锋陷阵打硬仗 从来不差人 给你的感觉 就左冷禅 总是不缺朋友 岳不群也有朋友 表面上看交友 比左冷禅还广阔 书上说他十分喜爱朋友 遇上了江湖中人 无论身份来历 一样跟他们有说有笑 打成一片 南泽这些朋友 全他妈是一帮清客 清客紧到关头 都不知所向 要王庙被伏击吃了大亏 事中事后 没有个朋友帮出头 五月并拜 没有个门派来声援相助 划山论剑 没他什么事 看结尾 岳不群名义上 这五月派的掌门 按理说权力很大 可是手边一个得力的人都没有 一个跟班 一个臂柱 都折了划灵 岳不群 没有这个本事 但左冷禅失事 麾下还有林平之 劳德洛 任我行被囚 还有向问天暗中追随 岳不群却是从头到尾 一匹孤狼 所以笑傲江湖 最后简直让人冷峻不尽 岳不群自己居然 在华山的密洞外 蹲点打埋户 亲自拿一张大鱼网 想等敌人来 再去网人 你看 堂堂的五月派的大掌门 居然干这种小混混掐表打闷棍的事 连一个帮手都没有 这也是一个明洞江湖的顶级大佬干出来的事吗 你能想象 少林方丈或者武当掌门 蹲在华山那个山顶洞上 拿着大网去造人吗 你一个人能信得过能用得上的人都没有 这是败笔 说白了 岳不群也就是个开夫妻店的料 办火锅店可以 炒粉就不太行 为什么呢 境界小 龙不得人才 笼络不了英雄 打开不了格局 而这个人谁也不信 谁也不爱 心细如发又敏感多疑 世事已己度人 老透出一股 一种畏所的境 君子贤达之流 固然跟他走不到一块 而那些真正的恶人 坏人 也同样没有把他尿到一壶 所以只能从头到尾 做孤勇者 曹操当年讲自己做事的原则 说我认天下之自利 以道预之 则无事不可为 这是干大事的境界 岳不群 别说认天下之自利 而欲知的 光是华山在二三十个人的小班底 就被他自己折腾的乌烟瘴气 事分努力 光靠一两个阴谋 肚皮你的功夫 你能干成什么大事呢 嘿 丢到了 正所谓 人生事业 小事看头脑 大事看格局 含有的紧靠 精打细算 趴里趴啦 光靠肚皮你做功夫 你能做出什么大事 哪怕你名义上你干成 最后还是要沦围 蹲在山洞顶上 撒网的角色 六神雷雷说 你看金庸的小说你 高手都是全掌健 全掌健 从来没有人用算盘这种兵器 能成为顶级高手 就是这个道理 就算你心眼再多 心机再重 那也一样你充其量 也就是诸心算 有意思 第一 机关上进太聪明 反悟了清清胜命 这是红楼梦朝雪群 对王熙凤的评价 红楼梦第五回 游幻梦游幻静止迷十二拆 饮酒谬曲 饮红楼梦中的红楼的十二曲的聪明泪 就是讲王熙凤 叶不群 就是金庸小说里面 另外一个典型的王熙凤 第二 金庸小说有不少是当时对大陆 正坛众生像的寒沙摄影 纸伤骂怀 这里的左冷禅 叶不群 不知道究竟是影射了当时的谁 第三 但凡成大事 天时地利人和缺不合 叶不群的孤家寡人 以其做人处事的性格 心机有关 而左冷禅似乎是另外一种对照 第四 如果联想起过去十年中国政坛的风风雨雨 也许我们的还可以有更多的牵强而互惠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什么样的 你会怎么做 能够留下来 你的导致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